画面中天色昏暗 一名富人步履缓慢准备越过马路 富人先在马路中走了几步后停了几秒 接下来突然往后退了好几步 这时候一台大货车急事而来 直接撞倒富人 警消货报立即前往救援 救护人员赶到现场 但富人已经没了呼吸心跳 这起大货车撞击新人的死亡车祸 发生在花莲新城乡台九线174.9公里处 28号清晨5点左右 62岁的女性富人准备越过马路 没想到被急事而来的大货车直接撞上 据了解当时大货车行进路口时 号支灯闪着黄灯 驾驶没有注意到前方的行人也没有减速 才会直接撞上富人 从人到了现场以后 评估现场患者伤事后 无生命迹象且已明显死亡 大货车驾驶经九册后 九册值为零全案 目前已经交由警方做进一步的理清 记者留给教理英文 华联邦 啊 啊 我是